老师 交卷 我靠 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给他的勇气每次都提前交卷啊 我看他就是喜欢装 同学 你的老师怎么把你给放出来的 不是还有15分钟才考试结束吗 我肚子一阵翻江倒海 并不想理他 这位同学 这位同学请回答我 老师 我是提前交卷的 我现在急着去上厕所呢 哼 现在的学生怎么都那么拽 发生什么事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发愣呢 这次高一 高二 高三的试卷难度非常的大 为什么我发现还是有学生提前交卷跑出来了 不会就是那些无所事事的学渣吧 你这还是说那位学生吗 他提前交卷 他可是一名学霸 文睿 啥 他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学霸 而且我今天在监考的考场 那些学霸都在认真的答题呢 反正你不是教语文的 你肯定不知道 算了 这件事情我也不想跟你多说 你把这件事情跟我说清楚 我回去把你升职的事情给领导说一说 那好说嘛 我就告诉你吧 这学生的本事可大呢 巴拉巴拉巴拉 啊 晚自习 很多人都在讨论试卷的题目 耶 我有一道题目蒙对了 我就说这道题目一定会出吗 还好我提前把答案给背下来了 夏玲玲 我就说嘛 本来就是根号六 很多人的答案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的答案居然是三 肯定是不对 怎么回事啊 我当时做的时候 就感觉我的答案就是正确的 好像还有一种答案是根号九 真的是可惜啊 居然又错了一道题 班长 你不要瞎听啊 刚才我听到这个答案 是从旁边传过来的 没错 这答案就是根号九 是我们做错了 第二天最后一门考生物 跟往常一样 做完后我开始睡觉 旁边的学妹习惯性的瞄了我一眼 怎么回事 学长的试卷怎么跟我的一模一样 监考老师也发现了不对 看到了我的试卷 试卷写错了 这位同学 难道你在答题的时候都不看清楚吗 老师 请问是有什么问题吗 你自己看看 你这是高二的试卷 不好意思 我没太注意 拿到试卷就直接写了 这位同学难道你就不注意吗 剩下的时间你怎么够写啊 另一位老师拿起试卷一看 发现我把高二的试卷全部写完了 并且全部做对了 你看 他这份试卷好像是满分 不行 快把高三的试卷给他做 我现在去请求组长 让他们给这位学生延长时间 组长 这边有个学生答错试卷了 是否能给他延长时间 他是高三的 但是我们发错试卷了 他把高二的试卷都写完了 所以你们这边能不能通融一点时间 现在只剩下四十多分钟 我们现在给他换试卷 可是现在是咱们整个城市的联考 并不是咱们高中的 现在给他延长时间的话 对于其他学生会不公平 可是你们这边还是通融一下吧 给这个学生一点时间 他太特殊了 他有什么特殊 我们对待所有的学生都要一视同仁 这位老师还在给我争取考试时间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就算只剩下四十分钟 我也把高三的生物试卷做完了 一件事 我们在一起 我们就 direction low 放入 每次 谢谢大家